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講一下隔密置資 講到隔密置資之前想講一下,因為有個網友留言 他就說認識我是一個測量師,測量師不只是會做建築物 或者是房地產發展有關的事情 為什麼你會講這麼多不同的範疇呢? 譬如股票市場、期貨市場、金融市場、歷史 這麼多不同的事情 我就會想講,有一個 最近我翻聽一本書,是聽書 即是聽一本叫明朝那些思議 就是講黃陽明,黃陽明即是黃手仁 他是講天人合一 他在想通天人合一之前 就是去想一件事,叫做隔密置資 就是朱熙說的隔密置資 應該是港大的標誌裡面寫這句 即是隔密 即是怎樣去研究事物 去探索道理或者理論 這就是隔密置資 即是隔密 有些主婦喜歡格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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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 以前我想不通, 為何一些住在深山裏面的東西 他會看時局, 看得那麼清楚 例如朱國亮, 例如劉伯溫 他是在一些很簡陋農村的地方 但他會判斷到天下事發展會是怎樣 為何會做到這樣的事呢 第一件事, 我就覺得他已經是天人合一 可能他天會給了指示他 第二, 就是說他已經領略到整個宇宙的穩率 其實一個走的方向 即是一個國家也好, 事業也好, 事物也好 或者一個發展的趨勢, 公司發展的趨勢 其實是有一個軌跡在這裏 只要你在一個高的層次裏面, 上通了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那個方向, 大方向自然會是怎樣 即是你合九必分, 分九必合 其實你是會知道大的趨勢會是怎樣 那個出現的時間, 只不過是早或者是遲 但是趨勢一定會出現 譬如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英國脫離歐盟 其實在他加入歐盟那一剎那 已經是告訴你, 他是想會離開 因為為什麼呢 所有歐盟的國家都是用歐元的 唯獨是英國堅持用他的英鎊 即是說他留了兩腿走路 第一條路就是說, 如果我做到歐盟的霸主 英鎊就會自然變為歐元 如果做不到的, 我就會脫離離 很不幸地在建立了一個歐元區的地區的時候 英國是做不到歐盟的領袖 反而反過來, 德國是做了 即是好像金融小說裏面 五岳劍派裏面 是爭武林民主一樣的 爭不了, 自然就是離開 所以脫歐並不是偶然 是必然的 因為他搶不到, 他自然會走 這個是第一 譬如現在, 我講了很多次 即是那個世界有貿易戰 這個是必然的 因為老大和老二的爭 即是等於以前有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也是必然的一樣 避免不了 現在反過來, 發生了疫症 疫症之後怎樣走呢 可能又有些新的趨勢會出現 因為以前是說全球化 但是因為疫情的出現的時候 接下來可能就會變回地區化 因為大家現在去處理的疫情 全部都是用一個高度隔離 這次會是這樣的時候 其實這些疫症隔十年八載就會再出現 以一個領導人來說 一定是會想一些方法去做一些計劃B 又或者一些叫做後備方案去面對這件事 以及不會再高度地全球化 寧願我們將那個生產線也好 或者大家的接觸是隔離了 令到整個世界由以前更緊密 就變回是鬆散一點 這個可能是上天的旨意 叫你們真的 那些人就不要走得那麼近 因為大家的文化 飲食文化 或者是體質 或者裡面的基因是不同的 不應該走得那麼近 今天想說的就是這麼多了 拜拜